不知不觉已经年末 前两天买的新日历正好到货 看着2024年的字样才意识到 2012年已经是12年前 你们还记得当年有关世界末日的预言吗 不记得没关系 小青即将带大家体验一下末日求生 茶楼今日推出血腥红茶 各位走过路过别错过 一起来看今天的美国恐怖片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当地球上最后一滴石油被抽干 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 不出一年 所有原油储备告尽 没有石油就意味着没有电荷核动力 虽然有煤矿 可缺乏汽油等于断掉所有运输途径 全程电路瘫痪 居民无法保存食物 所有便利电荷超市被洗劫一空 不到一个月 四处发生暴力事件 国家不得不分心镇压 可惜效果甚微 最终所有文明彻底沦陷为政治混乱 所有人为了争夺所谓的避难所开始互相屠杀 昔日的城邦与国家纷纷变成一片废土 地球上三分之二人口都死于饥饿 寒冷及争夺 在如此末日下 幸存者们不得不团结起来 达尔文作为队伍之中的领袖 带领大家在一家医院创立据点 他们试图在这里坚守到新纪元来临 每天大家都会组成小分队外出巡逻 寻找一些特殊的发现或者食物 今天轮到奎蛇三人 他们搜索到一处废旧工厂时 听到一阵特殊的声音 潜流不顾奎蛇阻拦 端着猎枪冲向工厂角落 只见一个造型独特的野蛮人握着一把镰刀 脚旁躺着一具奄奄一息的尸体 奎蛇见两人僵持不下 阻止了同伴继续开枪的行为 对面的野蛮人趁机逃走 三人凑上去观察受害者 可惜男人已经无力回天 正当他们打算搜刮点东西离开时 后面又传来低弱的求救声 三人定睛一看 竟然是名金发美女 虽然不了解她到底是谁 可这里实在不安全 他们经过讨论 最终还是决定将女人带回医院 塔姐替她包扎了伤口 但说起她的去留 大家又产生了分歧 只有达尔文愿意收留她 其余人都认为她是个累赘 这一切都被女人听到 场面有些尴尬 达尔文连忙做起自我介绍 在简单的认识后 大家得知这个神秘的金发女人 名叫霓虹 她之所以出现在费城 是打算和男朋友一起前往南方 听说那里还有避难所和物资 可没等两人离开费城 他们就遭遇伏击 现在她男友已经不幸丧生 为了能够留在医院 霓虹表示她很会修理东西 见她真的修好医院里 损坏多时的净水器 大家才默许她继续留在医院 可要管理一个小团队绝非易事 第二天达尔文在分配工作时 魁蛇不满自己要去打扫马桶 静一气之下离开团队 她的所作所为令人心开始涣散 其他人看向达尔文的目光不在镜中 作为队伍领袖 无法凝聚人心是个致命伤 这件事让她辗转反侧 见身边的妻子已经熟睡 她捏手捏脚来到卫生间洗脸清醒 可面前的镜子里闪过一道寒光 鲜血瞬间倾洒 卫生间的瓷砖变得一片血红 凶手看着倒在地上抽搐的达尔文 沉默地将尸体处理好 等到第二天里诺起床洗漱时 地上只剩一探粘稠的血迹 她的尖叫声将所有人引来 意识到有人遇害 大家联盟清点人数 除了昨天就不在医院的女孩外 达尔文也下落不明 她且注意到放在洗手台上的眼镜 心里瞬间凉了一半 丈夫不会带眼睛离开房间 如此大量的血液证明 她一定受了很严重的伤 结合所有证据 大家都认为达尔文已经死亡 可他姐没有见到尸体 说什么也不愿意相信丈夫已经身亡 眼下一群人陷入惶恐中 自从末日降临 他们一直都在达尔文的引导下生活 唯一的领袖下落不明 所有人瞬间变成无头苍蝇 凶手究竟是谁 大家同生共死这么久 早就已经知根知底 除了最近刚刚加入的霓虹 见众人怀疑自己 女人连忙辩解 当初教授是唯一同意她留下来的人 她根本没有理由杀死达尔文 这话确实有道理 难道是已经离开的魁蛇 两人看起来不目已久 不过眼下并没有见到教授的尸体 万一她真的躲在医院的某个角落 大家决定分头寻找 女人们缩在大厅里一言不发 突然一道喇叭声划破沉闷的气氛 众人向着窗外眺望 竟看到野蛮人正在攻击他们的伙伴玉空 男人狼狈地冲出包围圈 可他身受重伤 还没来得及躲进医院 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悠扬的口罩声 一个身穿瘦皮的男人手提铁服 毫不犹豫地砍向玉空的后背 锋利地俯刃劈开她的肋骨 鲜血直接溅在一旁的玻璃窗上 玉空的哀嚎声让所有人胆战心惊 等到那群野蛮人散去 大家围在一起商量对策 简流试图带着武器跟踪 霓虹劝她打消这个念头 因为这群人并不是简单的流浪汉 而是恐怖的食人族 由于食物短缺 一部分人类选择通过狩猎他人生存下去 霓虹就是在躲避这群食人族 在此之前 她的家人都被作为食物 如果她那天没有被潜流三人救下 此刻也已经变成别人的盘中餐 也正是因为那天的相遇 导致食人族跟在后面来到医院 他们会在杀人后将尸体脱走作为食物 之前休士的教授应该已经成为早饭 为了让食物保持新鲜 野蛮人一次只抓一人 这和圈养生畜一个道理 而这座医院就是他们新的农场 没有达尔文的指挥大家乱成一团 有人提议重新选举一名新领袖 浅流毛随自见可多数人都偏向霓虹 虽然她才刚来 但她了解食人族的习性 俗话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霓虹顺理成章坐上领袖的位置 这时之前离开的野蛮人再次折返 他们站在窗外直勾勾盯着大家 那目光就像盯着橱窗里的肉块 医院里有十几个出入口 仅凭霓虹等人的力量根本无法守住 而对面的野蛮人数量众多 霓虹思考片刻决定逃跑 等到夜幕降临 大家分开跑出医院 随后在新的地点会合 这似乎是最好的计划 所有人达成一致准备行动 当夜幕降临时 熟悉的号角声再次响起 医院里的众人慌忙收拾东西 前流拿起武器准备带女友冲出医院 落单的男人藏在焚烧室的柜子里 他皆也带着雅女四处躲藏 两人本打算躲在资料室的墙角 谁知女人刚凝亮节能灯 雅女就惊恐地睁大眼睛 两人连忙躲到铁皮架的身后 举着铁服的野蛮人穷追不舍 他压低声音怒吼着 等到日出之时 就是我啃你们骨头的时候 男人身上的铁链叮当作响 他皆试图打开铁门 可最后还是被男人逼到墙角 看着高高举起的斧子 他只能缩成一团等待死亡 就在这时 一声呛响猛然响起 雅女连开两枪 放倒了力壮如牛的男人 另一边 躲在铁柜子里的男人 一听到脚步声 他屏住呼吸不敢出声 声音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没过一会儿 又消失在柜子旁边 男人以为野蛮人离开 心底刚想松口气 眼前竟然出现一张大脸 号角声再次响起 正在追杀塔姐两人的小分队 听到指挥 竟然乖乖停下追击 临走前 带队的光头男不忘恐吓他们 最后才得意洋洋的带着尸体离开 塔姐带着女孩回到集合点 霓虹正悲伤的看着窗外 李诺慌张的叫他们过去帮忙 只剑潜流此刻倒在地上 身下流出大片大片的鲜血 就在刚刚她被门口的野蛮人袭击 锋利的武器不仅击穿了她的腹部 甚至还打断了她一条腿 虽然他们身处医院 但谁也不是专业的医生 塔姐只会注射止痛药 男人的情况严重 如果不好好处理 肯定活不过今晚 看着李诺声泪俱下祈求 她只能尝试将断掉的骨头推回去 一场并不正规的手术下来 塔姐筋疲力尽 她回到房间搂着牙女恍惚入睡 可潜流的情况并没有好转 第二天清晨 李诺将塔姐叫醒 祈求她再给男友注射一针止痛剂 塔姐没有拒绝 毕竟这是他们眼下唯一能做的事 照顾完潜流后 她回到餐厅询问霓虹 接下来他们到底该做什么 昨天的计划根本行不通 还让他们失去了为数不多的男人 霓虹坚持要分头离开医院 但这次 塔姐不会再听她的指挥 她将潜流推进餐厅 又让李诺去找些东西堵住大门 今晚他们要让野蛮人知道 大家不会任人宰割 可霓虹不同意这个提议 她似乎根本不关系所有人的死活 虽然她从一开始看起来很忙 但是忙到最后什么结果都没有 霓虹听到这话 直接抄起手棍的棒球棍 塔姐被她打倒在地 一时间还没有反应过来 直到霓虹亲口说出她的真实身份 原来她就是那群野蛮人的领袖 之前遭到伏击的事情根本是苦肉计 目的就是为了诱补更多的食物 不过她的家人也确实都变成猎物 一切都要拜她所赐 霓虹也正是靠着出卖家人 才一步步获得野蛮人的信任 最终 十人组肯定了她的头脑 将她奉为所有人的领袖 去拿东西的李诺 错过这出精彩节目 等再回来时 就听到塔姐让她快跑 可惜她还是慢了半拍 后背成为霓虹的靶子 连中两三枪子弹 压女动作迅速躲进其他房间 霓虹也不着急寻找她的下落 而是挟持着塔姐来到废弃工厂 这里就是十人组的老巢 燃烧着烈焰的炉子上 还吊着一只尸体 只是骨架上的皮肉 已经被分尸殆尽 如果今晚他们没有打到猎物 塔姐就会变成明天的三餐 随着夜幕降临 十人组再次出动打猎 听到熟悉的号角声 医院里的众人神经紧绷 此刻幸存者只剩下 身受重伤的浅留 身后重担的李诺 以及瘦弱矮小的亚女 她本想留下来保护两人 可浅留知道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于是她让女孩 找个地方躲起来 没准就可以侥幸活到天亮 亚女听话地寻找着藏身点 而塔姐被关在工厂里 也是心机如焚 虽然头顶上的窗户有所破损 但是没有工具 根本无法离开 门外还有野蛮人不停巡逻 就在她万念聚会时 之前离开医院的魁蛇出现 她利用弓箭杀死门口的守卫 顺利救出被困的塔姐 原来那天离开后 魁蛇一直没有走远 见霓虹带着塔姐离开医院 她也一路伪随过来 谁知竟无意中 发现了野蛮人的老巢 魁蛇本想带着塔姐一走了之 但是女人记挂医院里的亚女 说什么都要回去救其他人 无奈 魁蛇只好跟在后面帮忙 两人悄悄溜回医院时 狩猎的号角已经吹响 所有野蛮人纷纷出动 他们肯定打不过这么多人 这时塔姐灵机一动 决定让魁蛇利用号角 将所有人引走 这个办法果然管用 原本在医院巡逻的野蛮人 纷纷转头 可当大家聚在一起后 很快就发现了问题 不过塔姐也已经顺利来到餐厅 只见潜流奄奄一息的躺在床上 利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 她知道自己没办法离开 不停哀求塔姐给自己一个痛快 女人虽然下不去手 可也知道这是唯一的办法 于是塔姐找出麻醉剂 亲手将药尽推进潜流的身体 另一边的野蛮人觉察到上当 决定不再按计划行事 他们四处搜索着剩下的幸存者 鸭女举着提灯一路狂奔 却正好在走廊尽头遇到食人族 男人挥舞着手里的镰刀 气势汹汹地冲向女孩 鸭女见状转身就跑 但是关门的影子暴露了踪迹 男人看着走廊上的光影变化 宁笑着勾起嘴角 他悄悄走近 探着脑袋往里面一看 立刻就发现了放在桌下的节能灯 可是男人高兴太早 丝毫没有意识到小女爱的聪明之处 原来女孩根本就没有躲在里面 等男人发现时为时已晚 藏在门外管道里的鸭女 趁机将大门反锁 里面的野蛮人只能拍着玻璃不停怒吼 看着他那副无能狂怒的样子 女孩嘲讽地留下一句白痴逃离现场 他竟然不是哑巴 甚至脑子比谁都好用 居然能悄无声息地困住一名敌人 可他姐的情况并不好 魁蛇为了替他解困被身后的野蛮人偷袭 锋利的长矛刺穿魁蛇腹部 鲜血瞬间喷涌而出 不远处的他姐连忙反击 却也没有救下身受重伤的魁蛇 看着同伴逐一惨死 他姐暗自下定决心 一定要帮其他人报仇 她四处寻找着女孩的下落 结果却看到她被霓虹挟持着 为了不无伤的小孩 他姐迟迟不敢下手 可一番犹豫过后 霓虹的手下赶来 女人立刻带着孩子消失在黑暗中 他姐一路狂奔 却不幸跑到了死角 好在旁边的柜子里有几瓶硫酸 他连忙把他们当成手榴弹投掷出去 瓶子在野蛮人脸上炸开 其初男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但随着强腐蚀性业绩开始扩散 剧烈的灼烧感这些穿透皮肤 将他整个脑袋变成血淋淋的头骨 解决掉最后一个敌人 她姐本想回房间休息片刻 但是看到女孩放在角落里的轮化鞋 她又忍不住内心的怒火 将手里的武器轻点一遍 她姐在脸上涂上油彩 气势汹汹的杀向野蛮人的老巢 此时 食人族们刚吃过晚饭 他们虽然眼睁睁看着她姐拿出武器 却没有一丝力气做出反抗 女人倒是毫不意外 她捡起地上的小刀砍尽人群 粘稠的鲜血溅在她脸上 她姐却无动于衷 见还有人想要逃跑 她果断过去补上两枪 随后 她姐捡起狼牙棒来到霓虹面前 女人叽叽巴巴的问她究竟做了什么 为什么能让他们所有人丧失力气 她姐狡黠一笑 目光看向了炉子上的尸体 原来 她在浅流和里诺的尸体里 注射了大量麻醉剂 这两具尸体变成了钓鱼的鱼儿 在野蛮人还沾沾自喜时 却不知 他们早已变成了别人的猎物 看着霓虹恍然大悟 她姐却挥舞起手中的狼牙棒 只听噗哧一声 霓虹瞬间脑袋开花 做完这些 她连忙冲进牢房找到女孩 两人紧紧拥抱着彼此 他们成为这场噩梦里最后的幸存者 哦不 还有一个被困在房间里的野蛮人 只是 这里就是她最后的坟墓 本片作与上映于2007年的美国恐怖片 竟然在血浆片里 启用了末日背景 其实电影里的时间设定是2012年 但这对于我们而言 已经是一个很遥远的过去式了 不过对于这个故事背景 小鑫真的很好奇 如果在有生之年 石油真的用完 人类该怎么办 那时候会不会就是所谓的世界末日 尤其是这几年世界变动越来越多 又不少末日论再次浮出水面 你们是否相信所谓的末日 又听过哪些预言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小鑫留言分享哦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出门前不要忘记留下我的茶欠 各位的点赞分享和评论 才会让小鑫有更多的动力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